2020年真的很邪忌一年 上星期,美国选失一位女中豪杰,标志性的女权捍卫者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因癌症去世,享年87岁 消息一出后,有上千名的民众去到最高法院门外悼念他 他除了是一位结出的女权主义者之外 他还是美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 他是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大法官 他在最高法院任职27年 在他长达60年的辉煌法律生涯里面 金斯伯格是一位无与伦比,无出其又无所畏惧的女律师,女法官 他同时受到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尊敬 你看他85岁,还可以去健身做运动造成 那就知道他是女中豪杰了 大家好,我是周俊賢,欢迎来到游冲之言 金斯伯格在1933年出身在纽约市布鲁克林的犹太移民家庭 他曾经就读哈佛法律学院,在当时改校500名学生里面 仅有的9名女性之一毕业之后 即使金斯伯格是全班第一名,但他找不到工作 原因他是一名女性和4岁小朋友的母亲 自此之后,他一身致力为女性不是争取特权 而是争取男和女之间没有人有特权 其中一句名言是可以概括他的思想 I ask no favor for my sex All I ask of our brethren is that they take their feet off our necks 我强调,他不是因为衣服只能干洗 他怕男人踩污了他的生命,他要拿去干洗麻烦 不是这样,其实当时的女性不但处于一个找工作 会遇到不平等待遇的年代 女性甚至乎是不可以买车,不可以买楼和有信用卡去录卡 各位喜欢录卡购物的女士 是不是突然间对金斯伯格缩然起劲? 各位身边有一位喜欢录卡购物女伴的男士 是不是突然间觉得这么多年历,多得他不少呢? 由于金斯伯格为平权贡献良多,有势不言忧 譬如说他试过在80岁那年为了查阅案件的资料 通宵达旦到早上5点都没睡 为我上班未到下午5点已经很想睡了 加上多年来,他在最具争议的社会问题 包括男女平权法、堕胎权、同性婚姻等努力 取得大众的认同 所以很多美国人崇拜他,封他做偶像 而且他敢言,个性又鲜明,和他做朋友真是一流 不过,美国人没时间为他的离世而哀伤 因为他大法官的空缺,成为一个很大的政治议题 他的大法官席位很重要是因为最高法院总共有9名大法官 现时保守派以5比4领先 很多人担心金斯伯格的席位可能被跟为保守的大法官接替 而特朗普上任以来,已经任命过两名大法官 大家都知道特朗普选人的眼光真的一样 在做总统这三年级期间里,白宫离职的官员是一把口都说不完 但因为一经任命的大法官,除非他们自己选退休 否则任命是采取终身制 民主当人认为,几个星期后就大选了 应该等下一任总统去慢慢选人选 终身制的大法官,当然要想清楚了 即是如果我跟你说,你们现在去买一部手机 但是终身制,你一世你都不可以再换手机 听到手机终身制,你一定会吓得手都震了 你会很谨慎,很小心选你会买哪一部手机 更何况是大法官 但在金斯伯格小小两个小时之后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籍供应 看下去像一只乌龟卡通人物的米奇·麦汤奈尔尔表示 希望大家看到这幅照片,不要笑着 专心听我说下去 阿乌龟说,不是 麦汤奈尔说,如果特朗普在大选前提名 代替金斯伯格的大法官空缺 那个人选任命将会由参议院投票决定 但最搞笑的地方是 包括麦汤奈尔在内,很多共和党国会议员 在2016年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去世后 他们极力阻止当时任总统的奥巴马 在大选前十个月,提名大法官候选人 理由是这样的 美国人应该在这件事中应该被听到 这是今天最真正的方法的方法 选民已经开始选择新领袖 将会选择新领袖宫 当时还差十个月才开始选举 现在已经选中了 所以根据麦汤奈尔的定义就是 在选举年开始前,是不能任命大法官 在选举的时候就可以 所以,即是,Honey,我和你订婚之后 我绝对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 但在我们摆走结婚那一天 我和伴娘他,你知道,他实在太美了 我情不自禁 而当时还在竞选总统的特朗普他就说 我认为下一位总统应该选择 我认为不在选择 但上星期六,特朗普就改口说 我们说,如果有任何理由 我们在美国总统的特朗普会有空间 我们会把这空间进入空间 我们不会说 而且,我们有很多时间 有很多时间 你知道,你认为 你认为 二十月二十月,对吗? 怎么样?大家听到他改口? 意不意外? 开不开心? 你认为特朗普改口吗? 什么?不开心? 你习惯了特朗普改口? 我不认为 我不准你说我们的美国总统 或者,政客其实个个都是中国国艺大师 什么国艺大师那么厉害? 变念大师 正如美国作家克拉克对政客的形容 是相当贴切的 他说,政客是为了下一次的选举 政治家就为了下一代 再贴切一点的形容应该是 政客是为了下一次选举 会靠客 他当选之后 你会没有他办法 喜欢今期游冲之言的朋友 记得订阅分享赞 拜拜